张晓文 Winnie Chan,1981级校友 她也是小文达章 代表着文学、音乐、建筑、艺术 也就是她人生四大主轴 所有的偶然其实都是必然 凡忌讳必有因缘 凡存在必有痕迹 来到美国的小文达章 进了奥勒冈大学 念了建筑系 获得硕士 毕业后返台 满心报效国家的理念 让她在1989年 进了中华顾问公司 参与中正机场 第二航站外观设计的工作 再度回到美国之后 取得加州建筑师执照 成为开发商 留花奎花争效 先生最毒离骚 我看风言燕磊潮 忽听得将今戏拦绕 船闹 风言是开始于2019年6月16日 因缘际会 小文达章 深感文化是我们心灵的故乡 创立了风言展书读 经典 值得传承 文化必须介绍 让我们再进一步 认识建筑师张小文 也享受小文达章 为我们准备的 文化与艺术的 风言殿堂 小文达章讲的主动学习 的确任何领域 都必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更觉得非常感触的 就是你念完了学位以后 回到台湾服务 在桃园机场 当时叫中正机场 建筑的时候 你也投了一些能力 一些才华 专才进去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好像是把你呢 放到一个非常角落的地方 后来呢 怎么会把这个外观设计 也放到你的手里来呢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转折 我想也是证明了 小文达章 做这个主动跟自动学习 得来的成果 可不可以谈谈台北的机场 其实那个是中正机场的二级航站 那个时候我知道 中华部的工程师工作 其实我很幸运 因为那个时候 青府会有一个规则 就是留学生 如果回去填写这个规则 可以拿到一个免费机票 真的是 What a blessing 然后那时候我很幸运 拿到这个 北极票 然后他们也 把我的这个领域 就交给了 中华部的工程师 那么我很幸运 那个时候 得到一个interview的机会 他们很喜欢我的interview 我也很拉平 他们就说 你介不介意 如果你来配配厕所的颜色 或是 原来是厕所 我觉得厕所很重要 你觉得吗 当然 觉得你每天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沉思 甚至有很多灵感 对不对 我想请问小文达张 我有一个感想 就是不论怎么样豪华 怎么样庄严典礼的 中国餐馆 尤其是在美国 美国的中国餐馆 外面不管是怎么样的装潢 怎么样的让你进去 很大气 请客很有面子 可是能够入眼的厕所 很少 所以你提到厕所 我并不是要笑 而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 真的太重要了 你吃了最美好的 一顿美味的 一个大餐 然后你难免 你可能就要使用 他的化妆间 对吧 我好像很少在美国的 中国餐馆里头看到 可以跟他前面搭配的厕所 所以他们交代你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理的平衡 也是非常棒的 我完全没有平衡问题 我完全非常高兴 对你刚刚讲那句话 我太阿门了 甚至于有的时候 麦当劳的厕所 还比我们的豪华餐厅的厕所 来得干净 其实我讲这话 没有任何要贬义 我们的餐厅的意思 其实他那时候 我interview的时候这样问 我是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而且是我最想做的事 我很想把 在我的看到的范围里面 把厕所弄得干净 其实事实上 我后来在美国 还做了一些flip的工作 那我们每一次做flip 就是把那个厕所重新 非常非常赞同 非常赞同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而且最后都是 我自己去清理的 我跪在地上擦地 我要match the marl 跟那个top都是很干净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事无大小 对对我来讲 对那我觉得配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后来 You're sign 我到了这个 Interior Design的 这个部门里面 那个时候呢 也很有意思了 正好遇到 Interior Design的这个head 那后来他觉得说 我更适合去做Interior 所以他们就把我 安排在一个位置 那位置正好是什么 大家Interior 这个department 其实那个时候 是比较 没有那么 那么多的member 其实事实上 因为这个东西太大 你想想看 中正机场二级航站的 室外 这个Interior Design 是多么博门 这也是博门 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谁敢去做这个事情 当我们有一个 Project Manager 那时候 Project Manager 是许萍萍 许萍萍建筑师 那么就有很多的 国外的 比方二三十年经验的 licensed architect 作为consultant 那么下面呢 当然就是说 还有一些制图员 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有一个人 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中介 coordinator 是不更好 那后来 他们就让我来做 这样的一个位置 问我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他们就把我放在 正好什么位置 那个位置 其实很多人不太敢坐的 正好是我们建筑师 事务所的经理办公室的门口 大老板 大老板外面 对 那个时候我才学校毕业呢 对不对 然后我也是很不懂事啊 但是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开始很认真 对 我每一天都在study这个外观 我每天上下班之后 回家继续研究到半夜 每天都这样做 我买 我记得我那个厚厚的纸 这么厚 然后呢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然后也很幸运 后来有一个 我可以说他是 非常天才的手机部门 也就是他是 Berkeley 毕业的一位 architect 那么他当然也是 licensed architect 而且是非常学问的 那我就记得那一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 对 我们一起 做了很多的study 当然还有许建筑师 就是说 我们就把外观 整个这样 帮这个许建筑师 还有他们当时的 这个一个设计的重型 怎么样去把它发展到 第一条 再我们在term是叫做design development 这几个term 叫做设计发展 你怎么样从你的雏形 发展到一片一片的玻璃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接 它怎么样跟结构 或者是基电 或者是很多相关的系数 比方拓光系数 或者是传导系数 怎么样做一个整合 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学到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也很幸运就是说 后来我们怎么样 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被采用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 都是人生非常值得 纪念的经验 跟一个fruple 我记得我有一次带我女儿 去走过那个外观 我说 妈妈每一条线都划过 然后女儿说 这样子吗 然后跟她有一个conversation 那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教育的历程 来到美国之后 我知道你好像又跳了跑道了 从台湾再回到美国 再回到美国之后 你好像进入了股市投资 然后之后又把美国的 建筑师执照考到了 考到了以后 你又做了跟好几个伙伴 做了一些开发 还有flip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当中 一步又一步 在我的感觉里面 真的是充满了你的心血 还有你的爱 那在这个一路的过程当中 最特殊的一件 就是你领导成千上百的 网上的 非常有希望接触 艺术文化的朋友 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 你刚刚简短的有提到 这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好像是2019年 在你生日左右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从离骚开始 来创建了这个非常 不能讲可爱了 让我们觉得非常惊叹 而且呢 毕竟是就不能离开的地方 就是风言斩书读 我可不可以请你谈一下 在201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开展了这么样一个 往上的世界 其实说一个小故事 其实我这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很inner world的人 就是我从小就这样 然后我很沉浸于 我自己的一个艺术亭地 那么我们刚才 其实我有时候跟我讲说 人家的案子越做越大 我是越做越小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 陶渊明的生活 是我最向往的 采取东西下悠然见南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有自己内在空间 我觉得如果说 我今天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画画画 我谈谈情 我看看书 这真的是人生最麻 最美好的事情 What is the better thing that you could do 在2019年 我很有意思 我竟然得了chickenpox 就是水豆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我就想到了 圣经里的约伯记 一个人在那边暗叹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 实在是很难过 一个人躲在房间 然后就看LINE 手机里的LINE 然后就有人讲说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有什么好快乐 端午节应该要读黎骚吧 因为端午节事实上是 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当然就是去言跳调 那当然是一个 很沉痛的事情 然后他们说黎骚没读过 我说那我讲语也听 替高阳之苗里习正皇 考越博用 我就开始解释 他们就说好像跟真的一样 那就有人说 那你为什么干脆搞这群组 让大家去听 我想想也好 反正我很难过 你知道 你知道有一件事情 让你做 你会忘记你有多难过 那么后来呢 那么我就真的开始了 风原展书读 那么我们一天 读两句的离骚 然后去体验 这个离骚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作 那么我们平常呢 在不管是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 去把它重复到位读过 我相信大家吃了几十年粽子 全球有华人的地方 都有粽子 都有龙舟嘛 但是呢 我们有几个人 真正去读过这个首 非常了不起的诗作 他可以说是 中国在这个先秦时代 最长的 最了不起的政治诗 那么他所拥有的那种细魄 他的宏伟 他的厚度 他的深度 还有他的辽阔 我觉得是 千千代代 后来他之后的两千多年 包括舒适 包括领白 包括杜甫 光唐诗就有几十首来赞美他 那一路到了 你所有想到的 所有想到的 你不知道 光中也好 或者是当代的 很多各式各样的 你想到的 你每每每有 你get it 甚至于白先勇啊 等等 每一个人 你所知道的文人 都有提到他 所以我后来越读过 越感受到他的影响力 跟他两起的地方 当然后来我们封言 封言是成为一个学会 他后来除了封言展示室之外 跟衍生封言美术馆 也就是艺术史的探索 还有封言音乐会 也就是现在在讨论 萧邦的音乐首席 甚至于还有封言席中医 也就是大家所关系的养生 在讨论室之外 在访问官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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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都是很有意思的 对 那我觉得像李骚 这样一个精彩的诗 我们吃了几十年 种植有几个人真正读过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 特别是今天 21世纪 这个手机 对不对 手机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接我儿子 我发现除了我以外 每个人都在看手机 那么手机 我们每天滑来滑的 比方LINE上面传呀传 到底在传什么 我想你也知道 很多东西都是木道 或者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传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手机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这么神奇的一个工具 去传递一些我们觉得好的讯息 我们觉得珍贵的 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去读的东西 比方说一天两句 那也许你在等加油站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supermarket排队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等待谁的时候 稍微滑一下 日记月尾就是一首诗 那么我们风言展出读 花了一整年 读了离骚两千多的字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会来告诉我说 哎呀你知道吗 我们平常根本不会去想到 我去读离骚 可是我现在看到离骚 我觉得很努力道 我最近晚上还周到一个朋友 这样告诉我 我觉得很感动 对 还有这个风言雅序 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甚至于请到北京大学的教授 我们还请到这个 你有说对甲骨文很有兴趣吗 我们请到了这个清华大学 真正去勘探 把甲骨文挖出来 研究甲骨文的教授 对 我们还请到 比方我们昨天 是请到这个巴文教授 讲这个张大前 他研究张大前40年 然后我们提到很多 很有意思的专家学者 不另分享公益的 给全世界的华人朋友 一起来享受 这个我们中国 这个很丰富的文化 当然我们也有 有的时候也请一些 朋友来讲一些西洋的文化 来做一个 互相的一个激荡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 一个风言雅序的精神 是在我们想要串联大家 在对于文化的一个探索 一个有无止境的追识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 二十一世纪 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 我们有浮浮沉沉的 文化文化 但是我们还有没有 其他的东西 除了你知道文化文化 很容易让人家 变得注意力短浅 很容易 很容易让人家 不去深入去探讨一个东西 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 有另外一个角度 来去有小小的潮流 也许是一个涟漪 能够在大家的心里面 有一些回想 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愿 我们小文达张 刚刚讲的这些分享 是会有这种感觉 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饥饿 所以我相信各位姐妹 不管是小绿绿 大绿绿 翡翠绿 可能你听了小文达张 刚刚分享的那一段以后 也跟我一样 有这个饥饿的感觉 说哎呀 我是不是错过了黎骚了 我是不是错过了诗经啊 我是不是也错过了张大千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一个网站 就是winwin.org 对不对 我没有背错吧 那我常常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 参加这个风言雅序的时候 我就听到小文达张呢 提醒我们啊 两阵风 就是winwin W-I-N-D 而且都要大写啊 对不对 两个大 两个风 两阵风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带到 刚才小文达张呢 跟我们介绍的这个世界 让我们有一点耐心 让我们有一点欣赏美的眼光啊 所以呢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也可以在网站上 看到很多未来的讲员 还有他们的介绍 他们的一些作品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网站 那你有一个团队 来帮你打造这个网页咯 是我们基本上 我常常讲说 这个世界是更够的 所以一阵风不够 我们要两阵风啊 对不对 所以要W-I-N-D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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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是够 对不对 我们要够够吧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风言的精神 就是说W-I-N-D W-I-N-D .org 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 这个网站上面呢 有我们所有 风言雅续的节目的剪辑 那么也有 风言读书会的剪辑 也有我们 还有风言YouTube 我们在风言YouTube 把我们对诗经 探索的一些心得 我们把它朗诵出来 甚至于我有时候也做几首曲子放在上面 那么我觉得诗经也是很美 我们后来记黎骚之后 我们开始也读诗经 大约是一个礼拜一首 那我们读诗经呢 不只是网站上的讯息 其实网站上的讯息坦白跟你说 真的有些地方 真的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传了 那么我们也不只是读书而已 我们还去探索 而且你大爷有体会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很多那个时候向往西进的西风 对科学民族有一种 甚至于崇拜式的一个向往 然后把我们很多古典文学 并没有很重视 所以那个时候的解释不太一样 跟以前的解释法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甚至于溯源到福西时代 甚至于溯源到老师时代 所以《封言展书读》的解释方式 跟一般的坊间解释方式 并不是很一样 我们更希望能够上到古典 能够去尽量各种角度来探索 包括最新发现的诸件 还有当然我本身是学习建筑的 也学习法律的 所以学习经济 所以有时候我在解读 跟大家一起导读 这个《诗经》的时候 有不同的多元的观点来看 不见得只是文学的观点 不见得只是书情的观点 有的时候从政治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旁证活应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 所以从黎骚到了枫岩雅旭 然后发展出好多不同的团体 可以说加会了成千上百的人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到了今年的时候 好像你打了疫苗 有一些不太好的身体的反应 好像用因缘际会 使你开始把诗经做出了一些音乐 我有一个感想 也是最近不晓得从哪里读来的 我觉得非常贴切 也就是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在这两句话当中 我就觉得太符合小文达章了 是位建筑师 那又跟音乐离不开 又在这个艺术的世界里面 打造爱的房子 爱的建筑 我觉得好可爱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谈一下 你把诗经变成音乐 变成歌曲吗 那你这个讲得太棒 这个音乐跟建筑的关联 实在说得太棒 对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说小时候五岁开始写情 那么音乐在我的世界里面 是一个不可过多的部分 甚至于我觉得我们的脉国 我们的心跳 都是音乐吧 是不是 那么诗经呢 其实是本来就是诗歌 就是唱 那么那个时候 我打了预防针 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一针躺了两个礼拜 第二针躺了三个礼拜 那这种很郁闷的时候 就喜欢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 我想有的时候 昏昏沉沉的时候 可能更接近这个内容 那你在读这个诗经的时候 突然就唱起来了 比方说《心情自禁》就开始 《心情自禁》 《悠悠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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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那种思念的情绪 我觉得顺于去朗诵 在那种思念的情感里面 你看见那个交叉的 那个清新紫巾 衣准以轻 就是指那个穿着白色的衣服 他穿着那青色的那个 如果是交叉领 他的那个青色的那个行 就跑出来了 你就感觉到 清新紫巾 悠悠我心 其实这首诗写的很美 你想想看那个清新紫巾 在那 但相对我的心在这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对象 《悠悠我心》 你看到是一个外顾的衣服 但是我的内心 这个内外第一个 很棒的对象 那么 这个四音 其实很有意思的解释 你如果回到很古典的 这个茅深的解释 现在讲以前人读书 他不仅是读 他还要唱 他还要跳舞的 是 所以你这个四音 你马上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 回到那个学校 哎呀 好美啊 就算 就算我没有去 你是不是还是继续在那边 唱歌跳舞来 来去读这个书呢 你看 读书读到唱歌跳舞 你是不是觉得 这种花的 多好的境界 我们以前的北京读书 有没有读到唱歌跳舞 对不对 我觉得是必须的 不只是一个好的境界 是一个必须的 而且呢 讲到这里的时候啊 小温达章 对不起 我又饥饿了 我觉得 你又饥饿了 对啊 你讲的这些 把诗经变成歌曲跟音乐 是不是会在 《丰延有声书》里面呢 哦是啊 我们把《丰延有声书》 基本上是老诵 还有白话祭诗 那偶尔我穿插一下 因为我有时候 其实我这个人 坦白跟你讲 我还蛮害羞的 我有几个同工朋友 就是说 哎呀 你就把你唱的歌放进去好了 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好像 我又不是音乐系的啊 我这样子到底适不适合 而且失心这么伟大的作品 所以我大概 目前为止放了两首 其实我已经做了 十几首曲子了 对 那然后 我还在继续琢磨 然后我觉得 希望将来吧 也有更多的好朋友 一起来作曲 那么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北纽 有这么多优秀的 学姐学妹们 大家对中文的这个造诣 都相当的好 而且我相信 我们乐里面有很多的音乐家 那么我觉得诗经 这么美好的 两三千年 像中国文学的滥伤 甚至于它有太多的进化 它里面有草木啊 有鸟兽啊 可以新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愿 我觉得 这个温柔敦厚 怎么样 我觉得我看到的诗 其实我到 从大学开始 很喜欢读诗 正好遇到几个朋友 是诗人 那么一部读还好 可以说诗经的诗 实在写得太好了 而且有很多 超过我们现在一般 不流传 或者甚至于超过 一般的书籍 值得去深究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 有很好的学姐学妹 甚至有很多朋友 已经退休了嘛 有这么好的学问 可以利用 好好的这个 修行的时间 好好地研究 一定是很美的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约会的目的 已经达成了一半 就好像呢 小文达章刚刚讲的 Wing Wing.org 大家结合在一起 所以经由今天的约会 使我觉得 我们对文化的喜爱 还有对艺术的这种感觉啊 就迁回到赛上讲的 每一样艺术作品呢 都必须有情绪 必须有爱 不然就不叫艺术 就完全就反映在 小文达章的身上啊 然后我们呢 我讲了好几次啊 我这个人以前做营销的 我就非要再讲一次 就是Wing.org 大家集合在一起 我们也希望 经由今天的活动 能够让很多的 小绿绿 大绿绿 跟翡翠绿 能够来加入这个行列 不管是有声书 还是说呢 来参与 丰延雅序的活动 我们觉得 丰延雅序 是一种文化的追求 也带着我们 走进这个灵魂的故乡啊 我在这里 给小文达章鞠躬 也祝福你 在这个亚续当中 找到更多的伙伴 带来给我们更多 文化 瑰丽 灿烂 美好的经验 谢谢你 非常非常感谢学姐 非常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 Wing.org 谢谢您 跟我们一起 离骚 一起诗经 一起 丰延雅序 希望今天 沉浸其中的美丽 能够激发大家 传播文化 作曲 编舞的热情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